中国证实殲-15舰载机在航母完成起降 降落成功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昨天证实 中国海军的殲-15舰载机 日前在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 成功执行降落与起飞训练 今年9月25日成军服役的辽宁舰 使中国向乌克兰采购未完工的瓦良格号 改装而成 当时俄罗斯专家评估 中国的舰载机要想在辽宁舰上起降 最少还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不过中国却在成军两月后就成功起降 国内专家表示 这意味着辽宁舰已不但只是海上移动平台 而是有舰载功能的航空母舰 执行起降的舰载机 是中国研制的殲-15战机 殲-15的外形跟俄罗斯的舰载机 苏凯33非常类似 不过中国宣称 殲-15是自主研发 还强调握有100%的知识产权 殲-15配备双发动机 为了减少在航空母舰的停放空间 具有折叠机的功能 因为航空母舰上的跑道 只有200多公尺 所以殲-15配备拦阻勾 在降落时勾住跑道上的拦阻锁 才能在最短距离降落 不过在航空母舰的跑道降落 难度极高 如果稍有素师 就必须从心降落 在起飞部分 辽宁号采取华越式起飞 尖-15要冲降14度高的甲板 才能起飞 中国宣称 尖-15的性能 可与俄罗斯的苏凯33 美国F-18等舰载机媲美 不过国内专家推测 苗凌剑搭配尖-15 至少还需5年 才能投入作战 斗新闻综合报导 semble没有 他不会保持 警察 他不会保持 警察 咱们 也